有一天我問神 到底怎樣去結聖靈的果子 接著神就跟我說 要結出人愛喜樂和平 忍耐恩慈良善信實和溫柔節制 但我覺得這些都是很深奧 雖然都可以說跟到 但是人都不能夠完全跟到 或者問神有沒有什麼 sample 的東西 可以參考一下 或者有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些教導 因為世界上很難 後來神就在靈裏跟我說 他說葉牧師結出類類的果子 然後我就上youtube去看葉牧師的片 去學那個輕鬆得性和聖靈的果子 還有他就說到耶穌就說 葉牧師他那些片一直在上網 還有他傳的福音 就算將來人是上了去翻翻天家 他的果子依然是在地上結到淚淚的 因為是有賞賜 因為令到人可以看到那些片信主 得到堅固也都是賞賜 就到萬物更生、復甦的時候 依然的財富就會存留在地上不停地去滾傳 感謝主 當我聽的時候 我自己真的覺得很不配是神的恩典 我不是想誇耀我 我只是說真是神是當我軟弱的時候 挑選我 感動我改變我 我又很願意回應 神就欣賞 所以任何人真是聽到神的感動 回應神的感動 神是真是聽同神 神是很歡喜的 我聽到這位姐妹分享的時候 我是很感激 但也都 我其實不是覺得 絕對不是跨越 我是感激覺得不配 而我是將榮儀貴備主 也都希望更多人都結出果子 神是一定會寧願賞賜的 多謝主 多謝你的分享 多謝 多謝 幹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